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李利斯9月16号发推特称 根据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戴维·科恩的说法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告诉他的军队 希望他们在2027年之前有能力透过武力控制台湾 但是科恩说情报界目前并不认为北京已经做了决定 科恩的说法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 和前任司令戴维森2021年的评估一致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去年也曾与国会讨论过这个情况 当时米利说他们的评估是根据习近平的一次谈话 他要求共军加速现代化计划 以发展攻占台湾的实力 并将完成时间从2035年提前到2027年 当时米利也表示他认为习近平还没有最终决定 新唐人电视记者李清怡姜迪雅综合报道